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燥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虎 我是小雅 甘肃有一个瓜粥 这瓜的吗 不是 但是他们的哈密瓜干 特别好吃 哦 我吃过 我在干爹家吃过 对了 可是昨天下午 瓜州的一个小学 开运动会的时候 突然刮起一只龙卷风 真的有龙卷风吗 是啊 那个学校正在开运动会 一个三年级小学生 就被卷起了几米高 然后又摔下来了 不是有鬼吧 你的科学科是不是白上了 龙卷风就是有那么厉害的 可惜有没有风火轮 下面要说另一个学校的事情了 这是陕西的中学 每天你都会看到几个哥哥轮流 背着一个他们的同学去上副所 进教室或者去吃饭 他干嘛不自己走啊 因为四年前这个同学生了一个病 然后就不能走路了 同学们就轮流背他上下学什么的 学校还把他的教师调到一楼 他们好好啊 姐姐你几点肥我也可以背你 我现在已经够瘦的了 还有什么减肥啊 应该是发泡 我才不用你背 这里是儿童新闻乐播 有热心帮助别人的 也有给人添麻烦的 前两天在武汉 一个叔叔为了自己方便 直接把车停在大马路上 然后去超市买菜 哦 警察叔叔不管嘛 管 整条路都堵了 堵了十二分钟呢 警察决定让这个叔叔 到派出所待五天反省反省 看你还买菜嘛 儿童新闻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小雅 明天见 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躁 你们老是知道吗